教宗方制国敦促菲律宾领导人压制腐败 努力消除国内丑恶的贫困以及社会不公现象 几十年以来腐败行为在菲律宾十分猖权 教宗星期五向菲律宾总统亚基罗 以及其他官员发表讲话时后作出了上述的表示 菲律宾是罗马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唯一亚洲国家 教宗将会对菲律宾进行为其五日的访问 教宗方制国星期四抵达菲律宾 他在马拉坎南宫受到亚基罗总统的正式欢迎 教宗对欢迎人群说 这次访问是为了表明自己和台风灾民站在一起 教宗将会前往菲律宾中部的礼智省 和2013年11月毁灭性台风的生还者见面 教宗这次访问的重点将会是星期日 在马尼拉主持一场露天尼撒 预计将会有600万人参加 请不吝点赞订阅